EB1A类型的绿卡跟EB2或者是EB3的 这两种可以是同时申请的 并不冲突 就是说EB2 EB3呢 是需要有雇主的sponsor你才可以申请 但是EB1类的绿卡是因为是杰出人才 所以你自己只要这些条件符合的话 就可以自己sponsor自己 所以这两个绿卡同时申请 会给你有一个双保险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排期的变化 因为以前EB1类没有排期 只是现在才会有了一些排期 所以这个申请的话会给你多一重的选择